不是张汉爱不起 而是佛山电汉更具情价别 凭借长相酷似张汉的打罗斯小伙 拽手动作彻底火了 出现人传人现象 你要记住了 全新姐妹 包括你们 在这个社会上也一样 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真的 你把它做 你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 它就不简单了 真的不骗大家的 但是要坚持 这对夫妻回家求收 模仿佛山电汉同步包玉米 简单的动作被玩出了各种花样 让你们模仿没让你们超越啊 还有这个楼兰雨法最近也掀起全网挑战 心情 好嘞是闺蜜 不好嘞是滴蜜 闺蜜和滴蜜就一个字 啊 什么是滴蜜 就是敌人的咪咪叫滴蜜 这是一个龙泥的问题 你说有闺蜜 闺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叫滴蜜 拱出去迷人 摇昂风手机 爸爸人笑容了 起因是完颜惠德和三木吉原 他们这种钻石脸庞长相神似 距禁约3800年的楼兰干尸 于是就有网友调侃他们的发音奇特 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谐音梗 被网友称作了楼兰雨 你说有贵蜜 贵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好了是贵蜜 好了是敌蜜 贵蜜和敌蜜就一个字 好了是贵蜜 好了是敌蜜 什么敌蜜 就是敌人的秘密 就叫敌蜜 你们男女封不清 那么你们的血就背上了 你们好坏封不清 你们的血就背上了 衣服怎么没有穿好 你们在这里有带什么节奏 拱出去 你把人笑拥了 我跟你说 我老公喜欢上我妈妈了 怎么办 刚好今天母亲就 我想成全他们 这个就不对啊 这是一个龙里的问题 但你一直说只能用iPhone手机啊 我想问那华为手机不行吗 谁说是 你怎么有说到iPhone跟华为了 本来我们说的是iPhone手机 你那个什么iPhone手机 你怎么有提到手机了呢 而这种语言有望超过郭语 成为新一门互联网语言 不仅吸引众多网友模仿 甚至还有博主专门为他改编歌曲 新一门互联网友 好了是闺蜜 好了是滴蜜 闺蜜和滴蜜就一个字 啊 什么是滴蜜 就是敌人的秘密 叫滴蜜 这是一个龙里的问题 你说有闺蜜 闺蜜在无中乘了 上来说叫滴蜜 等出去 一人一人 要iPhone手机 你把人笑拥了 有人说老师怎么看的 一直没笔 0.07开 79块钱 什么 老师怎么看 老师用眼睛看 什么 79 哇去 还有人说是因为我们不努力工作 所以才没得能力消费 哇去 公 我就一个字 公出去 公道 圆圆圆的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